八频道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夏宇 非常高兴地能够参与新加坡的本地制作 四个门牌一个梦 这个戏播映以来 到今天为止 收视率非常的好 听说已经在目前为止 是新加坡收视率第一的戏 这个戏播出以后 引来了一些争论 有人说这个戏 会对新加坡有不好的影响 我个人是不认同了 但是这个我演里面的一个王大发这个角色 是一个老混混了 是一个小人物 这种小人物没有伤害性 新加坡地区中下层 有一些这样的小人物也是常见的事 我们只是反映一些中下层的一些生活 一些对外来人的看法 这都会引起大家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有这个争论是一个好事情 也冲心地谢谢你们的知识 在这几天里面呢 将会有很多仙女都会有结果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看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九点钟四个门牌一个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